林教授 你好 今天我要來麻煩你 我發現我花了大概一年又四個月的時間 我媽媽的身體有很大的改戰 但是我不想再花同樣的時間再看到效果 我希望能經由你的幫助 讓我在日常生活上就可以幫媽媽做好正位 而不是用很花力氣地去做 當然做也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能讓她在躺著的時候 就可以做好身體正位的工作的話 跟坐 坐輪椅跟坐 躺著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試半功倍 例如說我們上次 我有來請教你 就是說 有日本的一個母親 說在肩腳骨上放一塊毛巾 結果她的肌肉就可以鬆弛了 所以我在想說 像我媽媽也有很多其他的資訊 所以說在腰上放一個毛巾捲 或者是在背部 背部放一個毛巾捲 都可以有效地做一些自然的調整 那我是想說 像這樣的資訊 有沒有可能 當我媽媽躺在床上 我看到她的左腿會往右腿這樣倒過來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態 她的狀態是躺下來的時候 會這樣 那你看像我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很不舒服 我如果這樣行 這個狀態就很不舒服 這邊會有相當大的肌肉拉力 對 這就很不舒服 所以我都要把它放正 然後矯正 那個矯正 把它固定 不要讓它倒 然後呢 那但是它還是會倒 所以我這邊會墊一個東西 讓它墊 但是我在想說 因為一般我看到的東西 都是好像說哪邊高上來 它就用毛巾墊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是這樣猜想 就是說當你這個肩 肩胛骨 或者收骨盆腔 一高一低的時候 它把這個高的地方再墊一下 墊上去了以後 這個相對低的地方就會降下來 使得它平衡 因為你已經是一高一低 那這個低的部分 低的部分 越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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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長越高 越墊 越墊 越長越高 越高 越墊 越墊 越高越高 所以應該是低的地方 墊上去 使得高的地方降下來 可以這麼講 就是說 越起碼讓它水有狀態 所以講 但是呢 你要再積極的話 你就等下來 我就跟你講 我們的股門腔啊 間椎啊 中間的間椎啊 間椎跟我們的股門之間 有一個叫 間塔關節 像這裡 就我們從背後看 就從前面看 背後看就是八 再聊去看 四個塊 這邊就是背面 這邊呢 地方有個叫 間塔關節 它是關節面 好 我們吃 它稍微會動 我們走路的時候 間塔關節是在哪裡吃的 這兩條 關節面 這這這這這 這是關節面 這是間骨跟馬骨之間的 一個相仁街的地方 在關節面 是一個關節 中間是以韌代相間 沒有韌代相間 沒有韌代相間 韌代不在此 韌代在其他部份 很多 很多都是韌代 那它的兩根是 軟骨相間 對 兩根是軟骨相間 兩根是軟骨相間 所以呢 這個間骨是不動的 這個間骨是不動的 間骨是不動的 但是 卡骨會前後 兩片會一前一後 所以當思想說 微動關節 如果呢 你這個 微動關節的關節面 很緊的時候 你像剛才我說 用墊霧啦 或者什麼 墊起來 讓它回去很難 如果這樣 這個關節鬆了 它不要這樣回去 所以呢 它讓它鬆的方法 再做 所以說一個 不動關節 你再把 你來 你把 左邊一點 左邊一點 對 這樣啊 這樣來正面它 嗯 腳高放 這樣 這個 這就很難 所以我怕沒辦法放起來 沒關係 這樣這樣也可以啊 這樣子一樣 固定好之後 把它綁起來 你知道嗎 要把它綁好 不然 不然你要夾 把它夾著 這樣牽車這樣子 走路 這樣看 關節面 它就慢慢會伸 關節面 鬆了 才有下降 或是 提升 動力 如果你 搖死了 你怎麼去動 一般躺久了 沒有走路了 這樣 它不會很緊 所以我們要慢慢伸 對 會痛嗎 有一點 像你在游泳 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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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現在不是常常有已經 好嗎 很多啊 但是呢 要不要根本的還是我們要折一下 你有感覺到不一樣嗎 這邊就比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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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比較直 這邊是比較直 對 所以左右 人腰也是 是很重要 是很重要 是剛剛的健康 對 那個人 連地理腰椎 跟健康之間都會伸 這個健康 這個腰椎也蠻重要 很多腰痛就是健康關節配置 走路的時候啊 還沒辦法動 就會咬死 肌肉就整崩子 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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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麼 還有就是他的背部 他的背部 所黏 分別的處處 是整個胸腔 你看我們的整個胸鍋 熱骨 整個包起來 對不對 所以說 剛開始旋轉位的時候 整個胸鍋 整個胸鍋 有轉位的時候 一轉 如果向後轉 那一邊啊 就是突的 所以它是這邊 對 就是往後掉 本來要平的 但是往這邊掉 往這邊掉 那他這邊往後掉 相對的這邊 就應該往上嗎 所以我去墊它的時候 我應該怎麼墊 我應該怎麼墊 不要哭的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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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它凹下去的 把它撐著 不要一直補下掉 不要一直補下掉 那是一個弦位的問題 你知道嗎 這邊高 對應角 就是讓你兩針左邊 對不對 你的左腳是向上向前 所以說 向上向前 這邊就是要把它墊 來墊 所以我是應該墊這邊 墊起來這邊 就不需要再兩上身 不要墊 不要墊 如果要墊 墊 墊 要墊 要墊 墊 要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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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一下 我看到人家說 用那個毛巾 捲起來 然後 放在肩胛 或者說 放在腰椎上面 這個有防止嗎 那個就是他們 日本一套 一個整部膝蓋在弄 所以我們要腰椎 一起塞掉 我們腰椎 比較講得更深一點 不是腰椎 我媽媽把真的能用嗎 他有 他去用毛巾 把椎圓 用圓椎 把那個毛巾 點椎 把圓 用塑膠的包裙 塞 一樣 那他是塞在 在肩骨上面嗎 在肩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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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這樣要塞多高 十公分 十公分以上 這樣 一扁一下有時候七八公分 就好 就是 拳起來 然後 壓 就是 一個陣子 摩點 就是 放上去 或者 身體下來了 當然有一點 對 那 不需要很厚嗎 不需要很厚 七八公分 那大概這樣要放多久 剛開始三分鐘 三分鐘 慢慢只要四分鐘 但是不要超過十分鐘 不要超過十分鐘 放在肩骨上面 上來 那這個 就只要在這個部位就好了 對 這個是法 就是讓你的腰椎啊 整肌椎啊 就是 恢復那三米的安靜度 好 所以上身不需要 上身我們上次用過 一塊毛巾來測試 那好像你說也是有幫助 是有幫助 對 就是不是高的部分 你墊高的 你墊墊 墊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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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還是要墊墊 墊墊墊 墊墊墊 讓它保持血和狀態 好 你反而說 要保持水平狀態 你就知道怎麼墊 那我們上次墊的時候 測試起來 也是 不能這樣子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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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我這邊是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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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它涉及平衡 你看高低就是一片位懸崩 懸崩它肌肉就是要用力支持 反正就是重點就是給它放到睡瓶 上次我們好像測試一分鐘 效果並不整好 我們上次好像是測到十幾分鐘 所以可能是跟這個一樣是十五分鐘 那我做的時候是可以腰的放十五分鐘 然後這個又放十五分鐘 還是可以一起放 一起可以放 一起這邊放的時候 你剛剛是說整條出來 整條 而不是說低的地方放 不是不是 那如果是這樣 要再整條放 要再整條放 就是這樣 要是自然的身體彎曲度 是 S的彎曲度要出來 好OK 好 那我知道 好謝謝老師 好啊 我們今天中一個很快的